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蝴蝶籃 一般的蝴蝶籃就像這樣子 長出來開花 了不起這邊會有抽出一個新的蝴蝶籃 這一株呢,比較特別 我們把畫面拉近一點給大家介紹一下 一般人養蝴蝶籃呢,都喜歡用水苔 那我呢,比較建議是像這樣子 最好是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照起來 這...渣渣,垃圾 像這樣子空空的 這樣子蝴蝶的氣根會比較健康 比較不容易身邊 那這個豬呢 特別在...特別在什麼地方 注意看的話,這邊有一株蝴蝶 這邊又有一株,兩株 三株,四株 可能這樣看得不清楚 我再把畫面再拉近一點 這蝴蝶籃呢,特別在哪裡 這有一顆蝴蝶籃 小苗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 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 這...還沒結束喔 這...還沒結束喔 再注意看一下 再按畫面再拉近一點 注意看的話,這上面可以看到 這有小小一個 兩個 這總共有看到有三顆小牙 也就是說,這株蝴蝶籃呢 它...除了這一株小牙以外 又再分了三株小牙出來 這就是... 為什麼我覺得這一株蝴蝶籃 最特別的地方 這株蝴蝶籃喔 從頭到尾幫它算一下 大概有十四株心牙 大概有...還有四株喔 看起來小小的 我還沒算進去的 大概就還有四株 就是這一株最特別的 一株裡面長的大概... 開了將近一塊二十株的 新牙的蝴蝶籃出來 那...這株蝴蝶籃呢 又還有一個地方很特別 它之前啊 遇到那個帝王寒流啊 遇到帝王寒流 葉子還沒有掉光 但是... 帝王寒... 一直到現在 到了四月五月 莫名其妙 原本這裡有一整串 有十幾片葉子 結果這葉子都變黃 掉光 這就是我... 介紹這一盆蝴蝶籃最特別的地方 介紹到此 謝謝大家